好,我們接下來上的是20800-990-308的電腦畫 電腦畫部分按照題目要求,我們要繪製零件1還有零件2、零件4 所以一樣,第一部分我們來建模 我們看一下零件1,你會用到什麼題目啊? 零件1的位置在這個地方喔 看到了齁 零件1長得是這樣喔 看到齁,小型充壓機的一個本體 所以它剖面長這樣 那這個是相關的尺寸 那這個是零件2跟零件4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零件1的這個308 零件1的建模 開始喔 來,先把資料準備好 我們先從畫圓開始 這個圓的直徑是100 很大 擠出17 好 接下來來上方 做一個84直徑的圓 擠出 32-17 擠出來 在於上方 我們再畫一個草圖 再畫一個圓 32的圓 標註一下 位置 是22 約束一下 如果它變成綠色的 你根本沒辦法做任何事情 變成深藍色的 我們就可以做擠出 88-32-32 再擠出來 好 轉到我們要的方向看 再來 84的一個大圓 在這個上方擠出來 檢視一下 在於上方 我們就一個一個 像一層一層堆蛋糕的方式 這裡畫 一個圓 48 擠出 耶 糟糕 48 相關標註 轉一下 約束一下 標註尺寸 距離是12 再把約束好 這樣才可以做擠出 4 4 4 淺淺的一個 接下來在下面這個面 下面這個底面 我們 還要 做什麼 再畫一個圓 紫 頭映幾何突襟 抓出來 才抓得到圓心 做一個三十二的圓 直徑 然後 置 到下面 這樣 挖一個洞 到下面的底面 挖一個通孔 先來抓面,這個面有偏移1-24 從上面往下面偏移1-24 然後抓到那個工作平面 我們要在那個工作平面上 抓到這個圓點 所以你剛才要做一個投影集合圖形 抓到這個圓點,在這個地方畫一個43的圓 然後擠出多少4 一個挖空 稍微轉動一下來看一下 好,確定 再來 再看一下這裡 挖的位置方向要對 有沒有 可見性把它關掉 從這個地方把它放螺紋 Isometric Profile 有 羅文是多少 看喔 學著看題目 投影集合圖形 裡面還有一個圓 42的圓 擠出 字 下面這裡 喔 然後才會在這個地方放螺紋 這個M称號 是M42乘2 好 剛才差點要放上去 了 稍微看一下題目 才知道 這個地方還要再做一下 看一下 這邊 量測一下 測量一下 現在 驗證一下 跟題目有沒有 跟題目有沒有 沒錯 小心一點 總是沒有錯的 下方 底部 78的一個圓 擠出 2 好 好 回置 再從下面 投影到這裡面 看得見 從這個地方 我來抓 一個20的圓 來做一個 倒置 上方 從這裡挖一個通孔 這樣看到 我們利用上方的那個投影下來 到我們下面這個面 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通孔 轉動一下 再抓一個平面 嗯 這個平面 要偏移喔 -12的一個距離 在這個平面上 我們做一個剖切 在這個平 工作平面我們畫一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的 跟它的一個位置是多少 要回去看喔 要回去算喔 這個點的位置是7 把它約束一下 完成這個點 我們直接在這個點這個地方 我們來放置我們的螺紋孔 大小是5的一個螺紋孔 把它 鑽過去 儲存 倒腳 倒腳是4 來現在來看看 處理倒腳 套用 這裡2 這裡有2的倒腳 這裡也有2的倒腳 還有什麼地方也有2 是倒腳喔 不要弄成倒圓腳喔 接下來才是處理倒圓腳喔 倒圓腳這裡是2 這裡2 這裡是2 轉動一下 按一下 這裡有2 套用 剛才的工作平面可見性把它關掉 來轉一下 搭配你們手邊的題目 看看 有沒有什麼地方我們露作了 如果沒有 那我們就完成 0件1 308的一個建模 那就儲存檔案 你就是要做嗎 有4分 8分 這樣